好 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 我是Andy老爹 我們之前有做過一個影片非常長的 怎麼樣駕駛你的單離合器 或雙離合器的所謂的變速箱 要怎麼開比較好 不管是像我自己開的福特Fiesta PowerShift B&W的SMG 這個MDCT 或者是什麼7G Tronic 或者是福斯的DSG一樣 這些所謂的單離合器或雙離合器的變速箱 都一樣 它都有一個特性 就是沒有所謂的扭力轉換器 它的動力傳遞就是透過離合器 要嘛一個 要嘛兩個 在這情況下它就是硬碰硬 我們常講為什麼 雙離合器跟單離合器會過熱 比較容易過熱 然後造成它的法體 或者是整組變速箱離合器壞掉 起步的時候 0到20公里這個區間 因為為了要增加舒適度 所以電腦的設定 是讓它的離合器 是採半離合的狀態 就像我們開這個手排的車一樣 我油門下去之後我要起步 離合器放的時候 我不會馬上全放 我會中間鈍鈍一下 讓離合器咬合之後 油門下去 離合器再全放 中間會稍微鈍鈍一下 這個鈍鈍一下 就是我講的半離合的狀態 這個是不要讓你直接咬合造成熄火 也要增加 也可以增加你的舒適性 不會讓你的車上乘客是突然往後 因為你突然咬合之後力道就出來了 所以這個部分呢 它就沒有像自排的扭力轉換器的緩衝 所以我剛剛講一個重點 為了不要讓它半離合太久 特別是在慢速 塞車 乳型的時候 你會發現 我們通常自排車的開法就是什麼 我要往前滑 就是把煞車放開 不要踩油門 讓它往前滑 這個時候對你的自手排變速箱 就是雙離合器 單離合器 是最傷的 因為呢 它這時候是呈現所謂的半離合狀態 它離合器就咬一半 咬一半意思就是 我右邊轉一圈 左邊可能只轉半圈 這時候就會造成所謂的半離合 然後容易過熱 好 因為這個情況下 如果你連續塞車 你都是放煞車讓它滑 放煞車讓它滑 或者是油門踩一點點 然後又收油 因為乳型塞車嘛 這時候很容易造成過熱 然後就讓你的法體損壞 或者是讓你的離合器片 過度的磨損 而影響到它的一個壽命 所以這個也建議大家 你只要開到這種所謂的自手排 不管是單離合器或雙離合器 你在油門一下去的時候 稍微大力一點點 讓它的離合器 讓它電腦判定說 你現在要往前開了 離合器 讓它離合器是完全咬合 這時候你再收油就好了 好像我的車就是這樣 但如果是遇到乳型 遇到塞車的時候怎麼辦呢 你可以讓你的前方的車輛 稍微走遠一點 這時候你油門 再稍微踩多一點 讓它離合器咬合之後 接上了車輛往前走 就可以減少半離合器的一個時間 這個是我要講的重點 所以如果你的車是 所謂的自手排 記得在0到20公里這個地方呢 記得讓它全離合 油門稍微踩多一點 這樣就可以 對它比較不會有傷害 好的 這是我的建議 就讓大家參考了 我是音樂店 我們下次見 拜拜